程嘉倩,今日雨勢没那么大,见回阳光 是的,今日的区的高温有大约31度 从雷达桃见到,中午前后有雨区从南向北略过 新界西部的雨势就比较大 今日不少地区都录得5至10毫米的雨量 再看大一点的范围,从加强版的卫星云图 可以见到红色黄色的队流云团 逐渐转移到沿岸西部 而香港附近就开始出现晴空区 是的,中国东南部上空的反汽船 会在今明两日,我们带来明朗的天气 转开,从午夜至下午5点 天文台录得的气温 是介乎27.7至31.6度 200点钟的气温 下有29度,相对湿度79% 交给天先生 预测是大致多云,有几阵骤雨 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,天气炎热 气温是介乎大约27至32度 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 而之后两室物都会有几阵骤雨 预测明天上午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是介乎低至中 预测明天的最高止外线指数达到11 强度是属于极高 内地方面,中央气象台的专家预测 一直到8月初,从华北到东北地区 会有两次主要的降雨 预计累积降雨量有30至80毫米 有利舒缓当地的刊情 从雨部图见到,从北京到东三省 以及广西云南,都分别有明显的雨势发展 今晚讲到这里了,回到来自诺文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